可以说对于即将到来的2021年 各大厂商似乎都是卯足了感进 特别是明年的CES 2021展会 AMD、英特尔以及NVIDIA三家 都会带来全新的产品和技术 英特尔将会公布新的CPU NVIDIA公布新显卡 包括今年空气卡吹得最厉害的AMD 也将为玩家带来全新的移动端锐龙 那么具体有多强呢 下面就跟着潮汽客来看看吧 前日早在今年上半年 AMD就凭借着锐龙移动端CPU的出色发挥 直接搅乱了英特尔积累多年的移动端市场 然而再过两周 AMD就将在CES 2021展会上 发布全新一代的锐龙5000移动端处理器了 确实不用多说 玩家们都应该知道 此次升级版的锐龙5000系列移动端处理器 肯定会采用和周面端一样的Z3架构 但根据此前的消息我们已经得知了 其中用于轻薄本的锐龙5000U低功耗系列 仍然是Z2架构的马甲改进版 但面向高端游戏本的锐龙5000H系列 则会采用Z3架构 Z3架构最大的特点就是性能大涨 仅同屏IPC性能就提高了19% 更没有说是主频功耗和核心方面的加强 所以凭借Z3架构的高IPC高频率等优势 锐龙5000H系列将会更好地进入高端游戏本市场 根据此前的消息 其中定位于旗舰的锐龙95900HX 是AMD历史上首款可以超频的移动端处理器 将会采用8核心16线程设计 基准频率为3.3GHz 加速频率为4.6-4.7GHz 将会取代上一代旗舰瑞龙94900H 但在性能方面 根据PC建议网站汇总最新的结果来看 瑞龙95900HX在GIGABANCH5的测试中 单核得分为1535分 多核得分为9015分 如果要对比目前的瑞龙94900HS 那么单核性能提升了40% 多核性能提升了28% 如果是对比瑞龙94900H 那么5900HX的单核性能提升了25% 多核性能提升了8% 当然这种就是大哥在欺负小弟了 完全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但从实际的结果来看 5900HX就是不讲武德 根据汇总的数据显示 除了上代产品4900H 4800H 以及即将推出的5800H以外 还有桌面单的瑞龙5800X 和英特尔的时代酷睿 I7 10700K的测试数据 其中I7 10700K的单核 平分为1350分 多核平分为8982分 也就是说瑞龙95900HX 相比于酷睿I7 10700K的 单核性能提升12.9% 多核性能基本持平 万万没有想到 AMD移动端的处理器 竟然超过了英特尔桌面端处理器 牙膏厂确实太难了 另外在自家桌面端的5800X相比 瑞龙95900HX的单核性能 也只低了8%左右 多核性能只少了10%左右 而这样的性能差距其实并不算大 只要游戏本厂商把散热做好了 那么移动端的瑞龙95900HX 完全可以挑战桌面级的8核处理器 而AMD这波移动端被刺桌面端的做法 或是要又会让多少玩家表示争相 但考虑到移动端的功耗限制 所以不排除实际性能将会缩水的可能 最后AMD的瑞龙5000系列移动端处理器 将会在1月12日的CES展会上正式亮相 至于瑞龙95900HX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 就只能等正式发售后 超级哥为大家意义揭晓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电脑依前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就在关注超级哥 我是哥强 我们下期再见